第二星座男人的分手征召 巨蟹水平让人傻眼 但我其实上一段是远距离 就介绍了我 大阪的男生朋友给他认识 然后多让他们出学这样 好坏的人 已经被讲成这样 我的女生朋友交了水平座的男朋友 他后来打电话哭 哭哭提给我讲 他今天是我最后一段做到一段的时候 跟我讲说我们要分手了 什么 很吓人 然后他说我们这次好好做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 第二星座男人分手反应 牧羊超可怕 摩羯超可怜 我遇到那个牧羊座 他就是 你跟他想说 你想要行一个人 他刚听到这一个 我跟你讲他就是 不让你去上班 分手之后的三个月呢 今天跟座伴一起出门 三个月 拐劲 我跟座伴一起两个朋友 转过往的时候分手 我说 哦 哦 这样 可是只要他出镜之后 我就开始垂地上 他会一直 把很棒 真的 洗澡的时候就把脸红口挂了 然后就截自己在里面 拐劲 哦 耶 呜 呜 直播话 老师说 说什么 最近的有一些影片 就在网络上面引起广泛的讨论 就是说 他拍了十二星座 面对不同的事情之后 有不同的反应 哦 就是大家都讨论说 呜 尤其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一个 男生的分手调查局 就是十二星座面对分手这件事情 会有什么样不同的反应 这真的很重要耶 像我们这种250的女生啊 人家想跟我们分手了 我们都还不知道 所以你今天要好好上一下这课 我一定要 我们今天要告诉大家说 有些星座男生是 分手都不会让你知道的 那有些男生是 分手之后会死财烂打的 你多从星座来好好研究一下 十二星座面对分手这问题 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今天我们 请到了不同星座的男跟女人 一起来看看他们的看法 又会是如何呢 除此之外 我们还请到了星座专家 王岐老师 来为我们解开迷惑哦 女生有八位对不对 对 她们交往过的星座也算不止了啦 是的 罗姐 POTO来说 你应该交往过哪些星座 可以报告吗 我大概 大概记得的有这些 一半的 一半的星座了 那牡羊还忘记写 牡羊有 我的人生历史有多少 我才交这几个 这不够吧 算客气了 真的客气了 百家姓都快满了 真的 好 杨雅筑呢 双柱女婶 过四个 对 OK 也是漏学了好几个嘛 没有 但我有点觉得很奇怪 就是我自己是火象星座 可是我竟然没有跟火象星座交往过 好 其实我跟你讲 火象还不容易碰到火象 真的 好 分手这件事情 深的要学习 对 要不然怎么会有那种 分手去告白被杀掉 对吧 真的 真的 我觉得那个太夸张了 对不对 就是 那各种分手啦 这个在街头砍的啦 对不对 同归于尽的啦 还好我们现在坐在这里 分手真的是要学习 OK 那你要先了解 人家已经想跟你分手了 前照 对不对 先征照 好 12星座男人的分手征照 我们坐那个VCR来看一下 你今天算帮忙累不累啊 还好 对不对 那我帮你随便 随便 会不会肚子饿 还好 怎么那么冷淡 是不是想跟我分手啊 真的吗 没有 你就是想跟我分手对吧 没有 真的吗 你感觉到运营运强 是吗 王建仁 去年鬼门关 你就人就不见了 是不是到处走了吗 是吗 是吗 电话将感觉到运营运强 喂 你干嘛不接电话 在哪 喂 喂 喂 那问一下王岐老师 刚才金牛跟那个水瓶 都是冷淡 对 那有什么不一样 有不一样 金牛呢 他为什么会冷淡呢 其实他在内心盘算 什么时候该分手 那水瓶他觉得没有新鲜感 他是一个 情绪上面的冷淡 对 所以其实还是有差别 出发点和动机不一样 那表现出来都一样 就是冷淡就对了 对 因为其实大家分手 都会开始慢慢转蛋 不过是他们的两个新鲜 其实他们两个比较明显 是 你也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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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 你也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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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宝贝 我们今天晚上去吃包肉好不好 今天公司加热 明天 明天吗 朋友有约 后天可以吗 我要去剥盲肠 不烂理由啊 明天放大力吗 喂 陈总 是 好 明天就帮你中序 好 好 拜拜 好辛苦 要不要帮你按摩 喂 妈 喂 阿翔 甜妞妞妞妞 有啦 每天都吃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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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去吃 拜拜 你能不能理我一下 喂 阿翔 喝酒 可以啊 可以啊 马上到 马上到 好 好 好 哈囉 那刚才影片在交往中 你们有遇过这样的状况吗 有 OK 好 问一下罗妹妹 火象星座男生就是会变的 火象星座他们变的时候就是 就会搞失踪啊 不接电话啊 人不见啊 刚那个搞失踪的 是火象 火象也有 射手也是啊 射手 然后狮子也是会这样子就 干脆整个人不见这样子 而且刚刚讲了狮子会 狮子会喜欢一个女生 一定从外表开始的人 对对对对 然后开始挑剔你内涵不够的时候 就是要分手啊 就是必要了 这个好清楚哦 狮子就是爱一个人的时候 都是刚开始很美好 然后呢都会赞美 然后开始赞美完了就开始骂了 然后再开始讨厌了 闲了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人不见了 对 然后再打电话来说 我很忙你这搞不清楚是不是 这就是我们私人了解 好 妹妹 你跟我一下 好 很热啦 很热啦 能清晕一下 你没有很健康 你怎么好臭哦 到底想是怎样 你头子都没有洗了 到底臭死了 好可爱的 好想要看 我 你上个凸刷带我去日本吗 你上个凸刷带我去日本吗 你上个凸刷带我去吃麻辣锅 安雅筑呢 你跟雙魚座的 雙魚座是我發現他們 就一開始是會 比方說熱戀的時候 一下班就會立刻說 你在哪 我去找你 然後每一餐飯 都一定要一起吃或什麼 然後他們開始覺得 好像不太喜歡 或是喜歡別的女生的時候 就下班都不會打電話來 然後你打給他就說 我在家啊什麼 就是跟以前的一種不一樣 但我覺得水瓶是真的很準 剛剛看那個影片 因為我有遇過就是 有一次有一個 就是我當時跟水瓶座家 他打電話給我 我沒接到 然後我就打回去 我就說你打給我 他說沒有啊 他說 我說 他說就這樣嗎 我說對 他就掛了 他不想跟你聯絡 就很冷淡這樣子 還滿準的 對 水瓶座也是 因為水瓶座講話的方式 比較跳動 不是按一般場裡講話 所以他們有時候講話 人家不是聽得很懂 所以當他想要講道理的時候 他又講不出來的時候 他就乾脆跑跑 對 水瓶座說 我媽說你在跑 蛤 我沒說你不是很長 什麼 我爸說你是我 你算多年輕人 是 賀 bis 很長 時候 由你學習 學技com 吃因為 你先 我以前穿進青褲裡 你都不會說 我 我以前 inanimate 去 真的 吱 我想 祂 滴 就 我以前穿衣褲裡 你們好啊 朋友啦 好好愛沒有 就有好感而已 王健恩 我要給你分手 你剛剛說雙魚座好像快要分手之間 你覺得他會變得比較冷漠 是嗎 得戀你雙魚座 會 我跟你講啦 雙魚座是這樣子啦 他要分手 跟人家說分手這兩個字 對 但是問題他就已經在外面胡搞瞎搞了 對 然後到你一直抓到小辮子 我們會 我們不會跟人家說 我們分開好不好 我們會說 就是我不會斷然的說我們分手吧 而且雙魚座最討厭的是 被抓到小辮子的時候他死不承認 對 沒錯 打死不認 會比較有好朋友 但是不是故意要讓他發現的 然後藉口會變得比較多 而且他的好朋友就是可以上床 對 這我要怎麼說 但是沒有要結婚 你就承認就好了 沒有要結婚 對 真的 好吧那就這樣子吧 美人姐你也是雙魚座的 是 雙魚座的 跟雙魚男跟雙魚女 不一樣 不太一樣對不對 對 因為雙魚男其實 他不想變成一個加害者 所以他一直不想要說出口分手這件事情 但是他會一直丟 對 我覺得雙魚女是會說出來的啊 對 但是男女有別嘛 對 女生是會說出來的 但是同樣的星座 男生跟女生的個性是不一樣的 還是不一樣的 有一些性格特質是一樣 但是有很多方面是男生女生是不一樣的 但是他真的會故意讓 有些蛛絲馬跡讓對方抓公 然後提分手 他剛好就順這個船就下了 順這個樓梯就下來了 就是逼著對方自己主動開口說分手 對 對 這倒是真的 好 那我們下來 辛華 對 我之前交往過一個牡羊座的 他就是 今天會說 寶貝我改天帶你去採草莓好不好 然後就好啊 然後很開心 然後隔天打電話 怎麼沒有接了 電話不通 LINE也不回 已讀還不回 然後過了大概四天 快要一個禮拜的時候 他就突然打電話給我說 欸 寶貝你現在在幹嘛 我想你去 我們去吃飯好不好 我想你不是都不接電話嗎 我還以為你消失了 然後他就說 沒有啦 我那時候太忙了 我是心情很差 你不要這樣子嗎 那我們出去好不好 他就會這樣子 那個 你會覺得那牡羊座的男人是 在任何轉角都可以遇到愛 對 很容易衝動 真的 我之前也有交往過一個雙魚座的男生 然後他就是 會動不動跟妳講說 我要跟朋友出去 然後我要跟朋友出去旅遊 然後結果那時候都是相信他 結果我真心患絕情 到最後是 那個女生的 就外遇對象那個女生的表哥 來跟我說 我實在看不下去了 我表妹一直在跟妳外面亂搞 哇 然後我就問 直問他說 你有沒有做這件事情 他就想說 我絕對沒有 我覺得他只是我乾妹妹 我說怎麼可能乾妹妹 然後還兩個人一起去旅行 還住在同一個房間裡面 哇 然後他還是打死不承認 重點是現在還是不承認 對 對 其實我說實在 男人要是厲害 真的所有事情 都是叫只有一件事 叫打死不承認 你即死不承認 真的 好 林凱欣呢 你有跟射手交往過嗎 我之前有交過一個射手的 然後他 有暧昧對象之後 他就會想盡各種方法 然後 散掉這段感情 而且是很絕情的那一種 火象星座比較絕情 對啊 超絕情的 火象星座比較絕情 對 射手 他也不會覺得說 OK 我們可能在一起多久 他沒有任何的念舊 OK 就是翻臉就走人 了解乾脆 小一呢 我之前也交往過一個處女 大概一個月 然後 他就是 我們一開始交往的時候 我們都會 每個禮拜大概見面兩三次 然後一起吃飯 然後 就吃完飯會一起出去運動 然後之後就開始 就是 他會開始變得很神祕這樣 就是講電話 他就不會在裡面也講電話 然後他 傳訊息什麼 他還會不敢給你看到 就是然後變得很神祕很神祕 沒有 以前都不會 以前都很坦蕩 但是突然變得很神祕 對 我認識幾個處女座的男人 當他要跟他的女人分手的時候 就是 他只會用一招 就是